李玉春结婚了,对方还是个外国大叔,成为了今日最佳乌龙。 近日,一个重磅消息迅猛地在中老年群传遍了,那就是李玉春结婚了,而且对方还是一个外国大叔。 今天七大姑八姨在微信群里疯狂转发李玉春结婚了,还发在家族群里询问晚辈,分析得头头是道。 搞得众多网友真的是啼笑皆非,还要耐心给长辈们解释,那是李玉春去法国参加贾纳电影节,是李玉春每年的贾纳之旅的安保人员。 稍有娱乐常识的人都能一眼看出来该男性是工作人员。 不过这名大叔保安穿着优雅的礼服,打住整齐的领结比普通保安有气质多了,并且该保镖充分发扬了法式绅士的浪漫情调,伸出左手由李玉春挽住。 这些都不是普通安保人员的动作,也确实让年纪大些的妈妈粉们误解。 不过也侧面说明了李玉春的粉丝范围之广,中老年朋友群也那么关注春春,可以说是近期相当搞笑又可爱的假新闻了。 网友们纷纷纷吐槽,笑出了猪声。没想到啊,关注春春个个都是人才。 不过看到如此搞笑又可爱的假新闻,网友们纷纷评论,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家春春的国民度啊,大叔大姨都操心她的婚姻大事。 我家春春说过对想要找华人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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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